中信兄弟在中华职棒的31年主场开幕战交手统一师 这场领先全球率先开打的职棒类型赛众所关注 兄弟的先发投手米兰达也展现霸气 时速145公里上的速球连发 一局上面对师队的开路先锋承接线不啰嗦 早安午安晚安连续三颗好球将四爷三阵出局 尽管接下来师队靠着苏智杰敲出今年球技联盟的首安在内 安打保送串联在两出局后攻占蛮累 但米兰达及时回稳内角偏低的球入 让高国庆动也不动站着遭到三针 也度过了第一局的危机 不过到了二局上师队第七棒的郑凯文说 拍赛诉求我没再怕 抓准这颗内角球用力一拉 小白球朝着左外野高唱永远不回头 师队Kevin一棒敲出阳春拳雷打 不但是今年的联盟守候 也帮助统一师打破鸭蛋 第二局取得1比0的领先 但米兰达贵为最高新洋头 当然也是有两把刷子 尽管今天状况普通外球数偏多 但面对危机还是能够事实化解 最后先把五局就只失掉这1分 至于黄山打线这边 面对师队的先把投手菲尔本 尽管前三局都能够攻占礼包 但眼前这颗飘忽不定用软绵绵的蝴蝶球 兄弟打者在关键时刻就是找不到实力点 还好到了四局下台中张黄来啦 詹子贤抓住这颗外角球大棒一挥 小白球朝着左外野一直飞一直飞 上到了观众席义 詹子贤本季的手轰出炉 也让忠信兄弟追平敌出 五局打完两队战成1比1平手 焦灼的战况考验牛棚站立 忠信这边在七局上面对两出局 一三雷有人的危机 紧急换上深夜第一次登上 开幕战名单的小将吴俊伟 面对大场面他毫无畏惧 外角高球成功三振打者化解危机 而且吴俊伟可是越投越殆劲 八局上继续投球 单局KKK连标三次三振 完美的中继演出 帮助忠信兄弟维持平手局面 而黄山君也在九局下半 迎来了反攻机会 在一出局攻占蛮累的情况下 原本有机会不靠安打 就跟对手说再见 没想到带打的老将周思琦 先背三振 接下来越动华又敲出投手前的 软弱滚地球 被失对守护神陈韵文 轻松的自裁累包化解危机 正规九局打完 两队1比1战成平手 必须加班打延长 只是没想到在延长的时局下 猛上打线再一次错过 一出局满垒的大好机会 这股气势也转到统一这边 11局上半靠着串联安打 攻占一三类 结果今天前面四个打数 还没有敲出安打的陈杰线 面对郑凯文一棒 扫出中外野欧巴的深渊安打 帮助失对取得至关重要的超前分 也让平手的压力终于释放 下一棒带打的郭富林 补上左外野的二类安打 再送回两分 加上黄山君下个半局的最后反攻 也没有分数进账 最终统一就在这场比赛以4比1 抢下开门红 我要提供黄山洪李优谦综合报道